明明现在已经是一家非常知名的这个地产公司的CEO 从创业到现在其实已经11年的这个时间 对 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小留学生 然后很多年之前一个人来到澳洲 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 可以跟在座的这些留学生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肯定有 上学那会儿应该是2003年 肚子饿了大家就说 吃个麦当劳吧 我为了省下那几块钱 然后就跟大家说 我不饿 我就买个冰淇淋吧 麦当劳当时最便宜的东西就是冰淇淋 我父母的话可能还需要我来给生活费 然后我弟弟的话还要来澳洲读书 我要供他读书的 街上也是带着很久 刚开始入手的是餐馆工 人家都说你有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我们不要 我当然心想说 为什么端个盘子还需要有经验呢 然后但是这句话也同时就是警醒了我 我去找的这个餐馆工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 会不会有一份工作赚取生活费的同时 也能够让我的能力得到一个提升 当时有一份工作是叫做Optus 然后销售的工作 这份工作其实是上门推销 当时二十几个人进去了 但是我们培训了大概有三天吧 就剩五个人了 那其他人是怎么就被劝退了 就自难而退了 在培训完之后 team leader 就会带着我们去桥门 一整天下来 五个人就剩我一个了 那你不怕吗 其他这么多人都劝退了 你当时怎么想 不怕 但是我觉得既然接了 我可能就是想把它好好做好 再我一个的话 我会觉得说 那既然其他人都做不了 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OK 因为我比较要强 所以就这样子 做了五个月的时间 我来澳洲的时候 就特别内向 但是在敲了一段时间门之后 我觉得就是对我的自信心 真的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我的人生 起到一个转折点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的话 我加入了一个社团 去做了这个义工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做这个娱乐部部长 组织一些活动等等 到后来的话 就是能够做到这个副会长的位置 所以这份工作 对于我来讲 可能积累了大量的人脉 对我的组织能力 有很好的一个锻炼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去争取的一个机会 那个时候刚毕业 找的是一份admin的工作 然后我会发现说 公司的销售部门 好像不太行 我就特别勇敢 然后去跟老板娘说 我要做这个销售经理 毛随自解 老板娘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 蜿蜒巨 三个月的时间 我从销售部门 一个人都没有 做到一个五个人的 full time的销售团队 从刚开始可能2000块 一个星期 这是我们的广告业绩 到我做了三个月之后 每个星期 我们的广告业绩 达到了2万 也就是10倍 翻了10倍 对 而且是能够保持在那个level 我擅长做什么 我觉得是擅长做销售 什么样的产品 是最大的 我能够销售的产品 所以就是地产 OK OK 那个时候威亚还没有 看着把火箭 哈哈哈 有意识地去寻找 还有争取锻炼自己的机会吧 而不是说看着眼前 就是说这份工作 能带给我多少钱 就是眼光放长远一些 会比较好 嗯 嗯